的拍摄终于快杀青了 离开波又向前跨界一大步 下面所长就带大家看看 后宫嘉丽们的杀青照杨杨眼 温婉大方的张军宁 冒端秀丽的童谣 清纯甜美的李庆 古灵精怪的张嘉宁 还有这个个颜值爆表的大合照 哪位娘娘最合你的心呢 临近拍摄尾声 昨天中午导演汪俊也发布庆祝 只见配图中的霍剑 除了光光头以外 全身被打上马赛克 不知暗藏了什么玄机 当棒后的女货就连迎风浅笑 都自带一种慈爱的光芒 而导演汪俊不知为何 一脸盲人 两人形成鲜明对比 怪不得汪导自己都说 皇上依然欲树临风 某人一脸生无可恋 此外导演还晒出了眼睛人缘 开心聚餐的大合影 一众貌美如花的嫔妃 围绕在霍剑华身边 画面很是扬眼 话说导演大胆 除了照片 什么时候也放出新一波的片花 来让大家解解馋吧 四海八荒第一名南夜花图鞋 代言某手游的新造型出来了 照片里 洋洋一席白衣加深 再配上银色及腰唱发 整个画面颇有大神范 更抢劲的是咱洋洋图鞋 这鞋妹的粉色眼影 妖妹中又带着霸气 怪不得网友们纷纷表示 粉色眼线也能这么霸气 真是绝了 这样子的狐王才是真角色 别急 故事还没完 这边还有沃泉卖萌的狐王 以及抱着玩具琴的狐王 此图一出 原本忙着铁拼的网友们 瞬间笑饭 纷纷表示 确定这把琴不是来搞笑的吗 还有人解读称 其实这琴是琴师洋洋的武器啦 不过看这一脸生无可恋的表情 不知你洋自己是否接受了这个设定 当然 除了玩具琴 洋洋的精灵耳朵也是很强劲的 像当初白浅上神刘亦菲 代言某游戏时 也有过带着精灵耳朵的造型 而且和洋洋一样 也是银色长发 CP感瞬间爆棚了有没有 除此之外